词曲 李宗盛 蒙古人和满洲人根本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选择了撤出东亚,这就相当于英国人撤出印度而没有留在印度当皇帝。 满洲人跟蒙古人的起点比较相似,但是后来的发展不一样,这个基本盘是最重要的。 基本盘子上就是技术问题。 技术上讲,满洲人的最大错误就是他压宝压得不够多。蒙古人是在三个方向同时压宝人,在俄国人、日本人和蒋介石那里都有他们的人,无论哪一方面赢了,都有他的代理人。 而宣统帝走到日本那一方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日本人给他的条件给的最好,就他本人来说并没有错误,但是他只是一个人,又没有三头六臂,满洲皇族众多。 按说的话,他完全可以派几个亲王向先罗人那样的行动,派到另外几个亲王到美国、欧洲去瑞士、诸如此类的地方去留学活动,然后还可以向先罗人那样建立一个自由泰国组织。 这样做是非常划算的,如果国内的泰民族主义者跟日本联盟赢了的话,他们有他们的派系,如果他们输了的话,那么在瑞士或者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泰国王室其他亲王,完全可以变成自由泰国运动的民喻主席,站在盟军一边,然后带着盟军回来,无论是盟军赢了还是日本赢了,反正泰国的位置都是文如泰山的。 你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日本的一边,那么日本输了,你就完全输了。尽管满洲国的建设从各个方面来讲,全都是由于外国、苏联控制的红色蒙古的。 苏联在蒙古搞的建设,日本在满洲不仅全部有,而且更好。苏联在蒙古没有做的事情,日本在满洲往往是做的。苏联在蒙古造成的破坏,日本在满洲就算是有,也要少得多。 按照任何一个方面算指标的话,满洲国都要比苏联的外蒙古强。它唯一的错误就是,它的宝都压在一个方面了,日本一输,它就完全输掉了。 如果有一个德王后来在内蒙古分不下去的时候,也差一点打算跑到美国去,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共产党已经占据了内蒙古大部分的地方,它已经出不去了。 但是满洲亲王的众多,令人难以理解,它为什么不会在三十年代或者二十年代就已经有另外一些亲英美派的亲王跑到美国去活动, 另外也可以出几个红色的亲王,像老挝的苏法红武亲王那样,跑到苏联的阵营去。 然后,假定有一位红色的满洲亲王在苏联的手下率领着一支红色的满洲人民解放军,那么高管和毛泽东不一定混得下去。 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是很喜欢的,如果有一位正宗的满洲亲王领导了满洲共产党,愿意把满洲国作为苏联的附庸家俊来,把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踢到一边去。 斯大林不一定不听他的,就算是不听,在凭着斯大林的势力,在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内部搞出一个类似内蒙古人民党这样的势力来,至少是不太困难的。 但是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没有做,结果在1945年的时候,既没有一个在英美的自由满洲党的满洲亲王, 又没有一个在伯利或者是苏联远东军的红色的满洲人民解放军领导的蒙古猛亲王,所有的宝都压在日本人身上,这就是外交上的严重失误。 外交上的能力跟你领会多国体系、领会封建秩序的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深地卷入了东亚的政局,没有及时地隔离止损,退回内亚去,所以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把握和对外交体系的把握,这两方面的能力都相应地退化了。 满洲是一个发明的很草率的民族,而且不是它自己发明的,是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要抱着一种名人编撰原始,必须在指定期限里完成任务的形态。 所以你一定要把川边全各地的封建势力和部族势力通通按照民族发明的原则归拢一下,无论它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明的阶段如何,是不是一个族群或者是同一个族群的不同的秩序都管得到那么多了。 所以发明的非常勉强和粗糙,有些民族,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民族的知系,另外还有一些族原上是不同的族群,在政治系统上也不相同的都被发在同一个系统内,遗族发得非常大,包含了很多在蒙古帝国时代来源不同的族群。 他们在当时蒙古帝国的封建制度之下,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邦国的首脑、封建领主和军侯,跟他的臣民不一定需要有族群上的联系。 基辅罗斯的各邦是由瑞典人在那儿做公爵,诺曼吉的公爵跑到英格兰去做了国王,法尔西的公爵在意大利和希腊统治东正教的和天主教的不同的臣民,这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哈布什堡家族在欧洲各地都有领地。像现在1949年以后被化为移除的很多领主,如果从蒙古帝国时代的族群来看的话,他们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跟蒙古人结盟的高加索人和突厥人,还有一些是中亚的穆斯林。 明代所封证的那些土官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来源,有些是蒙古帝国时期各个族群里留下来的不同的封建民主,也有一些是投降了民国,然后被民国派到这些地方来做官的那些军户,实际上也包括了很多很复杂的出源结构。 这些人都一股老了被化分为移除,是不是很妥当,这本身是很难说的。同时,所谓的移除本身包含了众多的封建民地和部落侠区。 有些发育着比较成熟的封建民地,像明代农川的四人发家族一样,是典型的欧洲的封建民主结构。 它在农川混不下去以后,组织被民族消灭以后,分支机构还在梦养继续做土司,仍然要跟缅甸打仗。 近代的缅甸、老挝和泰国的三国,其实就是明代的三宣六位的后代,可以说等于是农川的私事家族,替他们打了前阵,一方面替他们消耗了明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梦养和缅甸的战争,缅甸和泰国各民族的战争,把所有各方的军事机构和财政机构都加以强化。 这个过程其实跟意大利城邦以后新军祖国兴起的过程是完全相同的。 中建体系之所以要发展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关键就是在于战争的升级。 由于原来民兵性质的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逐步变成由专业财政机构和专业军事机构支持的战争。 专业财政机构和专业军事机构诞生,新军祖国就诞生了,新军祖国诞生,民族国家就诞生了。 欧洲历史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东亚这个历史的逻辑,由于像明帝国这样庞大的奥斯曼主义性质的立志国家的出现而被阻断了。 封建主义性质比较强的地方,内亚和东南亚这个过程就没有完全被阻断。 近代的先罗泰国走完的路程其实就是边田各地土司本来应该走,但是由于明朝的军事和政治干涉,最后没有能够走完的路程。 实际上,这些明朝所谓的土司领地,只是明朝皇帝相中性的成分之下,它的实质主要就是封建型的家族。 他们家族内部继承,相互争夺,继承政治中,继续繁衍到其他领地,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的格局。 另外一些比封建领地更原始一些,就是还没有形成封建领地格局的不处介入。 在1949年以后的民族划分当中,这两个部族性的领地和封建性的领地都没有好好划分清楚,尤其是没有把部族首领和封建民主和他们的成民分清楚。 在封建体系和民族底细的重大不同就是,封建体系的公爵伯爵或者是土官之类的,跟他属下的成民没有必要有同一个族群来源。 就像一个公司的经理和他的员工不一定需要同一拨人,员工多半是本地人,但是经理完全可以从国际上去引用人权。 关键是要办交涉办得好,或者是在军事上、外交上各方面有才能,那么外国人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更好的好事。 外国人一般以为他的人脉更广,搞起外交来更有力,或者是他自己就带来了另外一些联姻关系或者是外来的军队,能够更好地为本地服务。 然后在民族划分的时候,这些人都被一揽制了,比如说你只要是遗族,他的属民主要是遗族语言系统,那么他的民族,无论他原来是阿拉伯人也好、波森还是蒙古人也好,就通通被他放分为他属民同一个民族群体了。 这个做法都是有点仓促的,但是这只是历史。对未来来说,其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费拉要发明民族很困难,封建和部落要发明民族很容易。 因为这一个是顺水行舟,一个是溺水行舟,费拉的组织度已经很低或者是接近于零了,而部除或者封建体系的组织度还很高。 民族发明如果是有现成的封建主义或者是部除结构,可以利用它们原有的组织度,使它们转变为民族的话,事情会变得很顺利。 如果原先就是帝国核心,费拉度最高的地方要发明民族,反而是很困难,或者很容易就被士大夫阶级引向奥斯曼主义的邪入上去了。 所以实际上,遗租虽然发明的不太恰当,但是组成遗租的各种封建势力,现在如果要重新发明民族,毫无疑问,比起成都平原的编户齐民要容易得多了。 如果在欧洲的话,你可以肯定地说,瑞典人或者是挪威人发明民族,比拉布勒斯人或者是希腊人要容易得多。 希腊人被奥斯曼帝国和拜登的统帝国统治了很久,费拉度已经很高了, 而挪威人和丹麦人,瑞典人和荷兰人还是蛮族性很强和封建性很强的部署,遗租就是处在这种状态。 所以你利用他们原来还没有灭月的封建精神,事情其实是很好办的。 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其实只有一点问题,就是儒家士大夫和汉语实现的知识分子从明朝开始到现在,就利用汉语言的文化优势去歧视土官。 因为土官这个名词跟民主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民主贵族在欧洲就是一个极其高贵受人崇拜的词, 土官在士大夫阶级眼中就是一个受人歧视的词。 其实土官正如秦良玉这些人的故事所证明的那样,比士大夫阶级要有那么多。 士大夫阶级只会读两本破除,到关键时刻不是被判了,就是逃跑了,或者总而言之是没有用处的角色。 而土官和他拥有的武力本身就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共同体是非常坚实的。 但是,遗处的知识分子可能因为被共产党隔离在国内的缘故,没有跟国际社会接轨,不明白在全世界的眼中,像打赖喇喇喇这种人比刘晓波的地位要高多。 欧洲的封建贵族比起奥斯曼的、俄罗斯的或者大明国、大清国的地方官吏要高贵多。贵族永远是高于官吏的,民族知识分子永远是高于费拉斯大士的。 他们虽然有这样的优越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主要是由于隔离的缘故。 如果他们也能像打赖喇喇喇一样,接通国际交通线,在国际上去活动一下,习惯一下国际上的主流文化,那时候你就会惊喜地发现,你所在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示威颠倒、歧视链颠倒一个扭曲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很有资本家天赋的人,在苏联你只有当黑市商人,招不保夕,跟犯罪分子差不多,随时可以被警察抓去。 一旦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你这样的人其实是最吃香的。知识分子算什么,官僚算什么,警察挣几个钱,你很快就会变成像川普一样的富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和社会地位根本没法跟你相比。 移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民国、清国和共产党的体制之下,只要是帝国的体制之下,你作为土官、封建体系的后人,总要是受人体制的。 但是你如果到了西方,到了日本,你这种人比起帝国出来的那些费拉兹式分子来说地位要高得多了,一百个刘小波奋斗一百年也比不上达赖尔喇嘛打个瞌睡。 所以关键的是,你需要有一拨人要到西方去,在西方的广阔天地之下替自己完成民族发明,一旦到了西方,事情就很好办了,在国内你受到的限制就要剥罗多。 当然,国内也不是无事可为,至少遗族比起例如我哪来发明的蜀族来说的话,至少它在官方体制中是受到承认的,至少它有一套语言,它的语言在学校和考试制度当中还有一定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你可以利用的。 至少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把这些语言总结出来,利用这些语言来创造文学作品,来重新编撰博史,重新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自己的民族发明做一些工作。 从各方面来讲的话,你们的条件虽然不能跟藏人相比,但是比起吴越人或者是蜀人来说的话,吴义已经是优越很多了。 任何人都不能拥有自己想拥有的全部条件,而是不得不利用自己现存的可以利用的条件。 你们比吴越人或者蜀人唯一差劲的地方,就是可能你的钱比他们少了点,但是钱和秩序相比是非常吃了的。 有现有的资源只要善于利用的话,钱是会自然而然地送过来的。费拉虽然有很多钱,但她不知道怎么运用,最后结果还会变成肉猪或者会白白地造反的。 汉语本身就是1920年代以后才发明的东西,在明帝国和满洲帝国统治时期没有像汉语这种东西。 而现在东亚的人口结构比较晚的要到十九世纪才形成,最早的也只有五六百年时间。 现有的各个语言群体,最早的也不会超过五六百年。实际上能够考察的那一部分,多半只有三十百年历史,比较晚的就只有一两百年。 论时间来说的话,比欧洲还要少得多。 现在你所使用的那种国语或者普通话,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北洋和国民党时代主管教育部那一小撮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东西。 他们制造的东西主要是根据北京的满洲方言,而这个满洲方言在清朝中叶的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 如果你到明朝、洪志年间到北京去,你就会发现你现在说的这种普通话,在当时的北京人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在朝铁琴写红楼公的时代,这种语言才刚刚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到了清朝末年它才算是基本稳固,到民国初年才构成被发明语言文字的基础。 它比起跟它竞争的其他主要语言,例如以俗语为核心的西兰观化、无语或者粤语相比起来的话,时间并不更早。 实际上粤语和无语的时间都要比它更早一些,在1920年以前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也比它更多一些,这一点差别它也是很容易抹平的。 关键就是在于,例如无语、粤语、俗语的知识分子肯不肯做这方面的工作。只要肯做,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就会有所比较。 然后比较的结果就会发现,以北京化为代表的这种满语的分支其实是相当频繁的。 如果按照信息量来说的话,差不多也就跟扬州贫寒所代表的江怀官化差不多。 丰富的程度肯定是远远赶得上无语和粤语的。 无语和粤语唯一吃亏的地方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负责任知识分子的阶级,以及没有一套公立学校去替它推广。 如果不算人口,只算信息量、词汇量之类,那么无语、粤语毫无疑问是比现在的普通话强得多、更有生命力和发展前述的语言。 台湾的政治演变当然也有匪谍的作用,但是你要明白,收买这件事情只能作用于少数的团体。 也就是说,越是精英聚集的团体,越容易被匪谍所渗透。 所谓麦卡锡时代的国务院人那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谢伟斯那一批人,就是一个典型。 但是你如果要缓过来,要去收买刘怡时领导下的美国公会的话,这是件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50年代的情况你又可以看出,一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匪谍,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则恨匪谍的入股。 这就是任何人所搞怨恨恨人都要面临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相对于其他政体来讲,并不是样样都优越,实际上跟一般人的宣传不一样,民主政治是有很多弱点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对于自我标榜为民主的共产党的渗透来说的话,大众民主比起其他政体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优越性。 它收买起来要太困难了。收买总是根据精英阶级的,总是特别针对官僚系统的,越是专业化高,小环体主义严重的地方,越是容易被收买和渗透。 例如,假如台湾的某一个情报局被收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台北市的,哪怕是完全讲国语,百分之百都是1949年流汪过来的那些人的后代,要收买过来是很困难的,他们人数太多了。 收买的动作,从技术上来讲,是必须要通过小团体来进行的,要和收买一大多人,基本上办不到。 所以,大众民主从这个角度来讲,还真是匪谍的天然克星。 匪谍要花很大的力气,例如说收买了某一个情报局,或者说是官方的某一个情报局,或者说收买了教育部或者外交部的某一个集团,潜伏计时延伤的发挥作用, 但是关键时刻,像太阳花运动这样的小小一点群众运动,就把他原来的地方整个给打乱了。 然而他可以重新收买群众团体,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发生二三四年的时间,苦心经营才能够收买到某一个群众团体的上层。 而这个上层所做的活动又是不能见光的,一旦进入群众动员的层次,很容易被人稍微搞一点麦克兰西主义,那么接下来就要全功尽弃了。 所以,台湾如果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或者是在任何寡头政治势力统治下,哪怕是这个寡头政治势力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恨,它实际上都是很容易被收买的。 但是一旦实现了大众民主,结果不可避免地,无论是科文哲也好还是他什么人也好,都很容易被麦克兰西主义者冤枉成匪谍。 它是不是匪谍还很难说,但是有这样的消毒性质的气氛,任何真正的匪谍都很难做出大事来了。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呢?偷一些情报泄露出去,或者在拉法耶特剑这样的密室交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样的作用从整体效果来讲是赶不上台湾社会整体眼镇的数字,也就是说是杯水车薪,正如过去的二十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基本上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当然人人都有装逼的心理,因为匪谍经常渗透台湾,台湾特别是精英阶级,有很多匪谍,然后就自然会有人装作我很聪明的样子,就是所谓的内幕党阴谋论,一切都是罗斯塞尔德家族安排到的逻辑。 我为了装逼起来就可以说,这件事情是匪谍安排,那件事情也是匪谍安排的,这种人如果在美国的话就会说是,这件事情是法尔街的阴谋集团安排的,那件事情又是法尔街的阴谋集团安排的。 其实法尔街阴谋集团也好,匪谍阴谋集团也好,所有的小集团的干涉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大多数干涉,无论你多么强大,都经常会出现肆与愿违状态。干涉是不断进行的,但是弄巧成多和肆与愿违也是同样存在的。 如果有人用阴谋论的方法来看待世界,你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要么它是装逼的欲望超过尊重真理的欲望,要么它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还没有达到能够真正进入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的程度。 如果你真正跟精英阶级打个交道,你就会知道,他们会像是黑天鹅做的塔勒布所说的那样,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让非精英阶级、草根阶级相信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分繁挫杂的形式也是只能随波逐流、能够干涉的程度远不像草根犯法那么大,但是这话不能说明。说明了以后,草根阶级就不会再信任他们,他们就做不同的精英了。 塔勒布本人,他的家族是出自黎巴嫩的政治豪门,这个家族在黎巴嫩基督教政治家当中的地位相当于克拉松·阿基洛所在的家族在菲律宾的地位,连他都是这么做的,你就可以想象,真正的精英阶级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来的。 像柯文哲这种人,现在有些人说他是匪别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温和派中间派的势力,在台北市的政治版图还是以浅然为主的时候, 绿党是全力支持他的,绝不会说他像是匪别,他当的权自然会变成匪别做工作的对象。 同时,台北市的政治版图也因为他的存在是深蓝一派完全没有机会了,浅蓝一派也比他的世界差不多了。 然后,属于浅蓝和深蓝这些势力,就会觉得我们要进一步扩大浅蓝或者深蓝的势力范围,最好是把柯文哲说成是纯粹的蓝色势力,把原来对他还抱入饭上,愿意支持他一些浅蓝势力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操作策略。柯文哲要跟那些统担他的人打交道,同时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偏中间派的人,说他是浅蓝也行,说他是浅蓝也行的人。 自然而然,在南党战上风的时候,绿党就会容易说他是自己人,在绿党间谍战上风的时候,反而特别有可能说他其实是南党的人,或者其实是被匪列收买的人。 这些现象从根本不是台湾人,既不是南党也不是绿党的人看来,实际上无非就是说明台湾的政治版图在向绿色一方偏移,原先被认为是绿党宝贵盟友的人,现在看来已经是没有多少统担价值,可以踢到南党来一边去了。 明图发明和自发秩序有点关系,就是说它是自发秩序一层保护膜,你首先要有民间的力量,然后民间的力量赶到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它不但不保护我,反而迫害我,然后痛感,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这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发明民主了。 香港学生如果是犯在以前,可能会觉得在英国也好,在哪儿也好,在香港也好,都一样嘛,但是现在经过最近的冲突,他就痛感到,原来香港的法院跟我们作对,特区政府跟我们作对,立法会的大楼也跟我们作对,我们本来是为了香港人好,但是在香港却得不到任何保护。 如果实在美国或者台湾,我们的命运本来不会是这样的,然后这时候他就开始发现,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了,然后这种痛苦就会转化为发明民主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我们也要建立保护我们,而不是迫害我们的国家机器。 如果这一步不走的话,事情还是做不好,这就是发明民主的基本动机了。波兰人为什么要发明民主,匈牙利人为什么要发明民主,克罗地亚人为什么要发明民主,也都是因为他们在原先的政权当中没有出事的时候觉得大家就差不多,出了时才发现,统治我们的国家原来根本不是自己人,跟我们不亲,不能维护我们共同体的利益,然后他们才想到,那我们干脆发明民主了。 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就一步步展开了。新加坡的问题在于,新加坡的地方虽然小,但是它采取的做法并不是,例如是槟榔雨的闽南雨居民,或者是槟榔雨的客家人居民,或者是其他族群,把自己的语言总结出来,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客家人的长老会议,建立一个闽南人的长老会议,或者是建立其他族群的长老会议, 到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中去为自己寻找一个地位,例如争取我们有权利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办学校、出书之类的,这些事情在马来西亚都是可以做的。 因为马来西亚人秉拼了英国人的基本宪法,就是说除了公务机构要用马来的语言,其他民间机构怎么样都是可以的,但是新加坡就没有走这条道路。 我们要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是马来西亚较多地继承了大英帝国、英苏尔治的遗产,新加坡就走上一条武端干涉的道路,它要求用所有的居民都讲英语。 在原先属于方块制的体系的那些族群当中,它尽可能地偏袒国语,而打压各族群的语言,这是很古怪的词。 因新加坡的原先使用方块制的那些居民,要么是闽南人,要么是客家人,总之基本上没有马来西亚较多的使用者,而新加坡政府却采用了比马来政府要刻薄的多的手段来打压这些被它称为方言的语言,也就是说要么用英语一统江山,要么就用国语来一统江山,把原来跟自发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所谓的方言都消灭到。 相反,西方传教士来的时候,他必然是要把圣经翻译的这些方言,保护这些原有的方言的,大英帝国来的时候也必然是要保护这些方言之群的。 这里就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治理结构了。新加坡一方面,它没有完全取消掉大英帝国原有的宪法结构,这是它目前在西方还能混得下去,同时也还能发展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它在很多地方,在它自己能够做出的那一部分,在大英帝国原有的基本盘子上已经做了很多利子国家的工作。 它非常像托克威尔描绘的那种结构,就是人民没有学到西方的知识,而统治者却学到西方的知识。 因此,统治者可以运用西方的知识,运用他们知识上的优势,像是工厂组管理一个工厂那样,把全体的臣民都像是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整整其管理起来。 这一点李光耀和他继承人没有做到,但他们无疑是很想这么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新加坡的政治局显得比马来西亚更专制的缘故。 当然,这一点也跟方块知识族群的各个族群,在政治上讲,都没有马来穆斯林的各个族群多元化。 从自发秩序的角度来讲,东南亚这些穆斯林族群,即使是比起明月系的族群来说,都更多元一些,拥有更多的秩序资源。 这是一个基本盘。 这个基本盘,再加上李光耀家族及继承人的政策,导致了马来西亚比新加坡更能体现自发秩序。 香港的粤语教育和香港的自发秩序,跟马来西亚、槟榔米的地方自发秩序一样,是大英帝国养大的种子。 而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党和其他的亲共势力所做的,恰好就是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做的那些努力一样,是尽可能地摧毁和压制其的自发势力。 想要把香港人和新加坡人都像是一个大公司的员工一样,整整齐齐地管起来,不要搞什么自发秩序,都像是同一个公司的公民人,守纪律的公民人那样的行动。 如果他们这样做成功了,那么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就毁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公司文化或者是公司的训练,而是来自于民间的自发秩序。 任何一个公司所消费的资源都是民间自发秩序培育产生出来的资源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为了果子而伤害了树根,那么很快的你就不会再有果子了。 台湾和朱夏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首先,台湾官方不应该跟朱夏保持这条关系。 因为从台湾的政治生态位和歧视链来讲的话,它合理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抬高到跟韩国平起平坐的水平上,千万不要跟那些建国尚未成功、只能索取、不能付出的人混在一起。 你如果比如说跟蜀族分子混在一起,那别人就可以说,你台湾跟四川是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你就全国尽其了。 你应该试试跟日本和韩国,跟美国和太平洋中国混在一起,然后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是美国的盟邦,跟韩国、日本和智利和太平洋各岛国一样,是美国保护的太平洋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跟亚洲大陆上这些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台湾的官方既不应该跟中华民国的旧区可发生关系,也不应该跟诸夏方的关系。 但是民间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民间团体的角度来讲,诸夏的民族发明实际上对瓦解国民党这一系奥斯曼主义者在台湾的本势里是很有帮助的。 他们的逻辑就是,大东方民族是一家,然后我们在台湾混不下去以后,我们还可以跑到北京去,向北京搬民来打你。 如果亚洲大陆各地都在纷纷搞民族发明了,那他们的唆使就整个破产了,他们在台湾的产余世界就完全不存在了。 对于台湾社会来说,这是去掉一个非常危险的特洛伊布马,所以对台湾本身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分成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千万不要做任何把台湾官方跟,无论是诸夏,甚至是连西藏突厥这样还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势力,拉在一起工作。 这些工作都要用民间团体在做,官方绝对不要做,但是民间团体应该非常积极去做。 民族发明是需要两方面同时配合的,不可能试试用官方去做,那样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完全用民间团体去做的话,最后一步没有官方的配合也是不好的。 从民间团体的角度来讲,实际上突厥人和西藏人的统战价值更大一些。 因为他们目前是有政治机构的,在西方也有一定的势力,或者是在叙利亚有一阵军队,他们不是那种只索体不服输的人。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说,跟他们打交道,例如请达赖喇嘛或者日比亚到台湾来,是台湾民间团体应该做的事情,请港独到台湾来也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机构还没有完善的什么禁毒蜀毒之类的,就要次一步。但是即使禁毒蜀毒无毒阅毒这些势力,最后你们还是不应该放弃。 因为归根结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斯曼主义也是有两层的。 即使你承认突厥人和土博人有独立权利,他们仍然可以说,至少汉土是可以建立成一个奥斯曼主义的大国的。 台湾跟土博和突厥不一样,台湾很多人可以放在汉土范围内,至少我们可以干涉台湾的内政,像印度干涉圣兰卡的内政那样,说是保护当地的泰米尔民族。 泰米尔民族也是印度的一部分,只要台湾还有一部分的人自认为是汉族,而东亚大陆上还有一部分的人自认为是汉族,这个干涉的借口就是永远存在的。 要釜底抽薪,非得搞诸夏冷卓发明不可,解构汉族本身,把汉族解构成为蜀、吴族、越族和种种其他的诸夏各民族。 诸夏各民族一旦建立,汉族本身就不存在了,这个最后的借口也就不够存在了,这个特罗伊木马留下的缺口也就可以完全堵上了。 Internationale 请订阅 across the screen �新的 空